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現在有一個塑膠桶 塑膠桶裡面裝有總共質量1公斤的冰跟水 然後桶內的冰質量是M克 此時開始溫度計和砝碼紀錄同溫度變化 這是DOTA Key 它跟經過時間的關係 然後現在的話 所得的數據如這個圖所示 如果過程中 塑膠桶每單位時間 從環境吸收熱量是定值 單位吸收熱量是定值 寫塑膠桶吸熱可忽略 這次是M值應該多少 這怎麼做 我們現在來看 首先的話 這個整筒的話 經過六單位的時間 它吸了多少熱 吸了這個冰是M 這個是等於M克 M公克 然後每一克它融化的話 它吸到這裡就完全融化 每一克融化的話 要吸巴斯卡 現在的話 吸了多少時間 吸了六個單位的時間 所以每單位時間 它吸了這麼多 再我們看看 這個六以後 每單位吸的熱也是一樣的值 那六以後的話 它這個吸多少熱呢 吸了兩單位時間以後 它溫度升高兩度C 升高兩度C 吸了多少熱呢 就是一公斤是10的 30萬公克 那水的比熱是1 升高兩度 這個是呢 吸兩單位時間C的熱 那我現在給它除以2 這是一單位時間C的熱 跟這一單位時間C的熱是一樣的 好 那這樣我就可以約掉 那約掉的話 這個是8 這2 23的6 24的8 4除以100 就25 那3乘過來 就是75 所以M的話 冰塊 就一開始冰塊 這幾公克呢 是3乘以25 75 所以是75公克 冰塊呢 是75公克 所以答案 應該要選A 75公克